疫情嚴峻 讓不少企業 宗教團體 還有地方政府 紛紛想要自行採購疫苗 不過中央的態度 卻是三日三變 一開始先提出了八大要求 接著再說 一定要由中央來簽約 最後又態度放軟 解釋是要了解 買到什麼樣的疫苗 中央的態度也引發熱議 綜藝教母張小燕 就PO文喊話說 台灣人的命也是命 呼籲政府不要再刁難 給我們疫苗 另外前 疾管局長張宏仁直言 這讓他對自己 服務過16年的機關 舉雙手投降 希望指揮中心 不要再亂扯法規 品質跟安全 眼看國內疫情升溫 民間團體分分出手 想買疫苗救台灣 卻遇到中央態度 三日三變 那要提出有下面的一個八項 會讓其他人去簽約 因為他沒有辦法負這個責 總之要知道說 他要進來是什麼樣的疫苗 就在國際佛光會表態 想捐50萬劑 嬌生疫苗 還有郭台銘也找了BNT疫苗後 指揮中心28號先是鬆口 民間單位想買疫苗 不是不行 接著洋洋灑灑 列出八大要求 隔天又改口公布兩大原則 強調疫苗輸入 還是要中央跟原廠簽約 不要透過第三手 30號態度再放軟 解釋只是想知道 民間到底想引進什麼疫苗 晚間又緊急宣布 已經和兩家國產疫苗廠簽下合約 一連串八言也讓首在電視機前面 看記者會的前機管局長張宏仁直呼傻眼 只要拿得到疫苗 當然我們政府呢 當然要替他開綠色通道 你現在唯一比較沒經驗的就是BNT嘛 但是BNT的資料 也是網路上都有嘛 所以這些都不是問題 無法理解中央為何要泼民間冷水 頻頻出手卡關 還把滿疫苗扯上把規品質跟安全 也讓張宏仁對曾經服務過16年的機關 舉雙手投降 除了那一條政府為簽約主體之外 其他屬於品質保障的部分 當然一條都不能上 所以品質把關跟誰進口 這個把它釐清楚之後 大家不會有意固解 綜藝教母張小燕也忍不下去 破文喊話每一個人都是你我的親人 台灣人的命也是命 呼籲政府別再刁難 給我們疫苗 一切應該要以國民健康安全 作為唯一目標